我是刘洋子 我今年33 作为一个热血中年 我是不会嘴下留情的 今天我来这看一堆新乐队的演出 PG-1他们出名之前 就是在这种地方演的 人们管车叫地下 一会儿keep real了 一会儿dis这个 dis那个了 一会儿又招不择麦了 开始乏力 抛大秘 全世界都不服 那都是跟节目上演的 让官媒说完了不到一个小时 马上声明 道歉 痛哭流涕 原地下跪 抽自己赛博大嘴巴 表示以后再也不敢了 挺逗的 但我觉得最可笑的是PG-1的粉丝 我以为他们粉丝会分成两派 特别忠心的呢 就说咱不跟他们玩了 回地下去 我们养你 要是不喜欢的这套的呢 可能就脱粉了 什么keep real啊 你跟我这装大尾巴狼呢合着 信念的背叛是最严重的背叛 要是一个人都不信他的信念了 你怎么能相信这个人呢 但他的粉丝是什么样的呢 催着他赶紧把歌都下架 然后说歌词都是别人写的 是黑人文化 来自地下 都是一种宣泄 是资本主义的余孽 这事跟我们万万没关系 大哥 我买的是冲出康普顿的票 你带我进的 是不是竹梦演艺圈的片场啊 但是PG-1们拥有的 也就是这些脑残粉丝们 他们是揣上家门认亲的人 是拿自己当亲妈的人 拿你当儿子 逼着你正确 逼着你核心价值 维护你的时候 他们就像疯狗一样扑着一脚 他们没有坚信的东西 他们是出钱的恩公 尹尾的票客 在他们眼里 说出贯彻嘻哈文化 核心价值的不叫背叛 只有你像个正常人一样 要交个女朋友 那才叫背叛 要脱粉 要脱团 还有要跳楼自杀的 而且这些傻都得你负责 不管是路寒还是嘻哈 在中国都是主题乐园里的不同项目 中国有嘻哈 但是没有嘻哈文化 通过视频,观众和社交网络 嘻哈文化在中国 就是一个脑残文化罢了 党同伐懿,忠心互主 什么keeperial 都是你给我像打call的支付密码 曾经在小场地里呼呼呼 幻语的天王巨星 到现在不过是粉丝更少的偶像罢了 就是再回到这地方 你也找不回初心了 要不就一块儿嘻嘻哈哈吧